伤口肠愈合不了 容易口渴脆搭 撸来撸算 撸来撸散 血糖指数超飘 胡医师啊 我是不是有糖尿病啦 你没按错啦 没假啦 血糖高就是糖尿病 胡说八道 今天教你怎么辨别 万一真的有糖尿病 教你怎么吃才会改善 这一集要从头看到我哟 胡乃文开讲咯 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 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有IG G跟Podcast频道了 欢迎大家订阅 以前我的一个学生 他带他的爸爸来看病 说他是糖尿病 脑下垂体要是长肿瘤 也有可能糖分过高 为什么 脑下垂体 这是他分泌的一种Hormone 叫做生长素 在孩童期间的时候 生长素分泌的高的话 那么人会长得很高 年纪大了 假如说生长素多的话 会造成所谓的末端肥大症 那这个脑下垂体 要是在这个地方长流 那么生长素就分泌的多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血糖也会增高 结果呢 我一看我说是枝端肥大症 或者叫末端肥大症 是因为生长素分泌过多 所以我立刻判断 是因为脑下垂体长肿瘤 我说你这个 你不要从糖尿病来治疗 应该是带去医院 先给你检查一下 是不是脑下垂体肿瘤 假如说检查出是的话 那赶紧治脑下垂体 他的病就会好了 所以后来这个 我这位学生呢 赶快带他爸爸去医检查 果然是的 以后治这个脑下垂体肿瘤 这个病情就完全改善了 给大家一个科普 什么叫做糖尿病好吗 糖尿病呢 它的原来的文艺 就是用英文念出来叫 diabetes mellitus diabetes就是尿崩 mellitus就是含糖 也就是说你尿出来的这个尿 是尿崩状型的 也就是说大量的尿出来 然后呢里头还有糖分 这个叫做糖尿病 所以呢什么是糖尿病 你晓得吗 好下一次遇到了血糖膏 你就不要一定说 它是糖尿病了好吗 假如说你真的发生了 这种所谓的血糖膏 你还要做更多的实验研究 才能知道 你是不是真正的有糖尿病了 另外呢肾上腺素的多 也会让血里头的糖太多 那肾上腺素怎么样才会分泌太多呢 好例如紧张的时候 当我紧张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赶紧的逃 或者赶紧的做什么事情之类的 都是紧张 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肾上腺素是肾上腺的 随脂所分泌的一种hormone 它要是多了的时候 你的糖分会高 血压也会高 那肾上腺素除了紧张以外 还有什么呢 冷了也会肾上腺素增高 所以你看有一些地方的小孩子 他们在冷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他在尿里头有糖 因此你就说他是糖尿病 那你说糖尿可以 还不一定叫做糖尿病 为什么 他只是临时性的 在尿里头发现到糖 还有了疼痛的时候 肾上腺素也会增高 那这个时候 你量到糖也是多了 那当然也是高血糖的这种症状 还有喝酒的时候 肾上腺素也会增多 那这些都是造成糖高的原因 常常是在身体有发炎的时候 我们就涂一点药膏 那涂那个药膏 常常都是肾上腺皮质素药膏 这个皮质素啊 就是一般所说的内部醇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美国仙丹 那我们经常是用这个东西 涂在那个受伤的地方呢 或者说假如我身体里头有发炎呢 你常常会吃一颗 这个肾上腺皮质素啊 当你发炎的时候 你用这些肾上腺皮质素 那么就有可能造成糖分增多 除了发炎以外 还有气喘啊 或者是关节炎啊等等啊 都常常会使用这一类的皮质素 因此血糖也增高 你就叫它叫糖尿病吗 不可以对不对 胰岛素细胞发生了问题的时候 胰岛素分泌太少 或胰高糖素分泌太多 那么这个时候都可能造成糖分太高 那么这个时候你叫它叫做高血糖症 比较正确 假如说要叫糖尿病呢 可能还得要经过更多的这个标准 才能够算作是的 那测量以后啊 若是发现血糖偏高了 一定要先听 看听 看看测量前自己的情绪 是不是发生紧张了 或者生气 或者紧张 或者呢 刚刚才在很冷的环境里头工作了 或者你身体刚刚很痛了 或者是喝过酒了 所以呢 假如说你能够晓得这些的话 你不会急着就去 哎医生啊 拜托请你给我开酱血糖的药 那你就完蛋了 我跟你讲啊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 就立刻的吃酱血糖药 不过呢 你假如来找中医师的话呢 中医师会给你辩证论 是找出血糖高的最主要的原因 然后对症下药 找西医的话也是一样 你就去找代谢科 找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啊 帮你解决问题 也许他看了以后 他也会分析你的原因 而找出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造成血糖高了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不会老再吃酱血糖的药 血糖高了 是本来呢 这个糖分是要送到 各个细胞去应用的 可是呢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让它运用到 所以才会血里头的糖分 被检查出来高了 教你一招简单的运动法 把你的手平举起来 然后呢 尽量这样抖动 抖动它个一百下 好 除了这个抖动以外呢 还有就是上局进来 这样抖动 也是一样一百下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使你的糖分 因为这个抖动而被应用掉 那么还有呢 双脚肩步操 可以做大概一分钟到三分钟吧 把这个脚呢 这样子动一动 这样子的运动呢 可以让细胞啊 用掉血液里头的糖 那结果呢 可以降了血糖 因此你再检查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高的糖分了 不但如此 这些运动呢 又使得血管变得软化 因此呢 可以改善高血压 高血脂肪的这种情况 常听到血糖 如果长期失控 容易引起全身的并发症 包括了 视网膜病变了 肾病变了 神经病变了 脚部的溃疡了等等 真是非常的吓人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是这样的 一旦测出血糖高了 就以为是糖尿病 而医生也就给你 一直使用降糖的药物 这个时候就可能发生 这些问题为什么 因为你视网膜 没有糖分的供应 视网膜就开始萎缩 就开始坏了 因此视网膜有剥落 有萎缩了 等等这些现象 同样的 其他所有的病情也都一样 因为血液供应糖 没有供应到那些细胞 那些细胞活不下去了 你说它不萎缩才怪呢 因此呢 常常听到糖尿病的病人 到后来就要洗肾 就是因为 他的肾脏已经衰竭了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问题呢 因为糖分没有足够的供应 因此那个肾脏就开始 渐渐的有细胞不够糖了的时候呢 就开始萎缩 是不是这样的 平时多按压三个穴道 控制血糖 好处多多 这三个穴道呢 就是三阴胶 三里和公孙 来 三阴胶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穴呢 非常有趣啊 提醒啊 孕妇不能按 因为孕妇要是按了三阴胶 跟河谷的话呢 可能会流产 要注意这一点 这个穴道 它是在内怀肩 往上三寸 也就是四个手指头的横幅 它是竹三阴 竹三阴就是肝皮肾 竹三阴的交汇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三阴胶 按摩三阴胶可以同时 调理到肝皮肾三个筋络 三个器官 它是能够调理内分泌的 因为三阴胶 在我的研究当中 我认为 它跟我们脑里面的一个 内分泌器官 叫做脑下垂体可能有关 而脑下垂体呢 就管制着全身各处的代谢 它能够调理内分泌 能够降血糖 俗话有这样的句话 它说 还有呢 有这么一句话叫 也就是说 在这里常常针灸 让它甚至于 有流点血 流点水 流点浓水都很好 它其实是一个 保养的一个非常好的穴道 它可以缓解高血糖 还有钢帮助你能够排便 会让你不便秘 它的位置呢 就是在 腿那个膝盖那个地方 不是有两个洞吗 里面的叫内毒鼻 外面的叫外毒鼻 它在外毒鼻下 四个指头的横幅 也就是三寸 那就是竹三里穴 你只要按着有点酸痛 就可以了 公生穴是皮筋的穴道 它就是调动皮 皮在中医来说 它是消化系统 我们中医讲皮跟胃 胃是受纳的系统 皮是消化的系统 你吃东西 能不能吃得进去 是胃的作用 你能不能消化 变成为 你身体需要的营养 那是皮的系统 那皮筋 它有运化血液的能力 它把血液呢 输送到全身去 这就是跟西医 完全不同的概念 它是一个输送点 是一个枢纽 假如说你能够好好地刺激它 那么这样子的话 血糖的量的多寡 就被它控制住了 那它的位置呢 是在足大指本节之后的一寸 一寸大概就是 从拇指尖到拇指的 第一个横纹 这个长度叫做一寸 从脚的第一个指头的 本节的后 大概一寸的地方 在内怀的前面的 一个凹陷当中 就是公生穴 它是皮筋非常重要的一个穴道 有人问糖尿病可不可以吃粥 假如说这个粥是正确的煮法的话 这个粥是可以吃的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 五骨为养 五骨就是养身体的 你要完全不吃米饭 不吃粥 那是不可以的 身体有能量 才能够帮助排掉多余的糖 反而能够降血糖 那煮粥要怎么煮呢 你可以这样子 少少的米多一点的水 煮到那个上面的粥油 就是变得比较浓稠了 我们喝那个粥油就可以了 那就是最好的粥 而糖尿病患者 可以吃那种粥 糖友们 你也可以很适合于吃 绿豆山药汤 可以经常吃 是血糖稳定 那糖友们 解馋怎么办 你要吃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解馋 你不要吃太多的淀粉 糖类 就可以用这个来代替 鸡脚啊 小鱼干啊 还有茶叶蛋啊 不含糖的豆浆啊 这些都是可以拿来 解馋的领存 吃鸡脚不会有什么负担 还可以让家里的长辈 觉得脚有力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些东西含的胶质 那个胶质呢 可以帮助你把那个盖 给抓回来 因此呢 脚会有力 家中长辈 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 皮肤变得溃烂 或伤口不愈合的情况 推荐可以使用一个 简简单单的鱼汤 这个鱼汤叫做 黄芹鲈鱼汤 鲈鱼一条 黄芹一小把 然后呢 再加一点点枸杞 加一点红枣 姜啊 这样子煮一煮 黄芹有什么作用呢 大量的使用黄芹 就使你已经破了皮 溃烂的情况 或者是有生浓的部分 的状况 都只要是溃烂了 那你这个黄芹 都可以使这些表皮 很快的给补养回来 再加鱼鱼 只要是你受过伤 你吃鱼鱼 都会比较快一点治好 为什么会这样 鱼鱼含的胶质特别好 它的胶质呢 可以使你的伤 很快就会补回来 今天的内容 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的节目吗 如果喜欢 请记得按订阅加小铃铛 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我的 脸书 IG跟Podcast频道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